这支球队的名字呢 就叫 梁马路队 太穿了 诶 紧张吧 你要比赛吗 紧张 这个隔了三年 要比赛 我昨天 所以今天这个篮球比赛 很特别 我想要记录成vlog给大家看 今天我要比赛了 你有什么话跟我讲 加油 球队的名字呢 就叫 梁马路队 他一出事就一直球队了 用他的名字 来办球队 屌不屌 比你懂了 这一个多月 练了多少颗球吗 一万 一万五千颗以上 这个是相当于 职业等级的一个level的 投球训练 现在我的三分是 是78个percent 我投了七千多颗三分 所以我希望 等一下比赛的时候 不要是那一个 没有状态的时候 希望我的努力 等一下可以验手到啦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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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人不管到几岁 都要有自己的热血啦 谢谢老婆这段时间的包容 因为我每天都在花一两个小时 来练投球 今天呢 Andyra呢 穿着两马鹿 对了球衣来支持两马鹿 最大年纪的47岁 不过很厉害 很紧张 看不到我家人 有看到我的家人哦 舒服哦 所以家人永远是最大的力量 真的 要展示我们的球衣了 2号2号6 第一位球员 4号 2号1号 希望我的三分正常发挥啦 因为对手比较高 我不懂我没有空间投 可以的可以的 不能就做好传球跟防守 大家来看我的球 耶我的球 好开心哦 好开心哦 好开心 好开心啊 来啦吧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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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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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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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 超级 我们今天讲过了23次 放下去的 你们一直给他回来 穿穿穿穿穿穿穿 现在就换一部分 然后等一下再一次跌进门 你不要看讲评 然后今天解决的手在那边 我真的空到你没有抓错了没有走 我就是在给你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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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队其实是临时组队的 所以可能12个队友里面大概只有2-3个是我以前打过球的 我觉得整个默契其实是非常不足够的 每个人都有一点个人主意啦 所以第一场我觉得就有一些要调整的地方 就是可能我太久没有比赛 然后对手又很高 有点太过依赖我们的外援 所以就是传球 然后后来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我的出手太少 我那场应该出手两次吧 所以过后我就做好调整 然后跟教练沟通了很多 看我们怎样可以下一场有一些改进 10号 站住3 2马路 3马路 8马路 2马路 2马路 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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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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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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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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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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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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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这边有很多熟食啦 出锦肉啊 月亮虾饼啊 出肉串啊 你可以吃到很满的虾肉真好吃 香毛鸡 还有这个海鲜盘 老板娘真的是泰国人来的 所以他们这里的果果真的比较地道 我们现在还有新推出的 珍珠奶茶 我们吃到这样爽哦 给得起嘛 看到这个店这样飘飘这样 肯定给得起 为什么咧 因为他一千只需要38块 代表一个人才19块吧 我们自己都是这间店的厂客来的 所以我们的王牌居然没有来 不懂会怎样 我们的队友准备好了 5号 谢谢 王谢谢 哇 要逼我了 5号 10号 梁明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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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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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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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學向陽 明 明 陽 只是這一場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我抓不到这里的距离 因为这个线比较近 所以我在过程有调整 它的框面比较矮 所以你要看你的适应能力哦 就是最后一场的比赛 然后是很重要 赢了就可以进小组赛 就是16枪 然后其实里面对手有三四个 是我以前中学的队友 然后其中一个很不幸是最近 抱毙了的我这个朋友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有影片就是一个脑的回忆啦 然后这一场呢 整场比赛都很交错 但是从第一场到这一场呢 真的看到我们的球队 虽然是临时凑起来 但是感觉那个相心力是很够啊 然后每一个人都一起互相合作啊 然后一起去鼓励对方啊 到最后那从落后的啊 等等等等整个过程是真的很激烈 最后一场了 关键了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选择 好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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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边的 好球 好球 满边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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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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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各位 如你所见 最后呢我们确实赢下了 从落败第一场到三连胜 YES 但是呢 很遗憾的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啦 可能队友不够 然后跟主办单位的协商 最后呢 这个比赛呢 我们进了16强就没有打 最后这个影片想要表达的是 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兴趣 来带动你的整个人的一个热忱 跟一个你在工作上面的热情激情 因为我觉得人活到越大的年纪啊 像我现在三十几岁 所以你一定要在你的生命中去找回你的初心 去做一件你最喜欢做的事情 它可以带动到你的人生 可以带动到你的家庭 可以带动到任何一切 当然我也特别要感谢我的老婆 给我的包容啦 就是让我在这里练球 应该是有一点成果啦 你们帮我去跟他讲一下 有成果的OK的 最重要的是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鼓励 在看影片的你 不管你是几岁 不管你有没有天赋 有没有条件 像我一样 你都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 像我一样 你知道你没有速度 你就把你的偷懒练好了解自己 不管到几岁莫忘初心 去追逐你喜欢做的事情吧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Goodbye Goodbye